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翠亨村 濒临南海 毗临港澳 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 村子的南面坐落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日前 记者来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正门入口处 天下围攻四个大子 苍敬有力 十分醒目 穿过一段林荫小道 便来到了孙中山故居 一幢者红色两层小楼赫然助力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孙中山出生于翠亨村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其长兄孙梅在檀香山发家致富后 孙中山13岁得以到檀香山读书 17岁回国后 分别在广州香港学医 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 并致力于救国的政治活动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讲解原情猜介绍 孙中山故居是由孙梅出资 孙中山在1892年亲自设计和主持修建的 与村中其他民居相比 具有中西河壁坐东朝西门多窗多回环连通的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的正立面是西方的建筑风格 但是建筑内部的陈设则是当地特色 村内的其他建筑都是向东的 只有故居是向西 据孙中山的儿子孙柯回忆 如果当时他们建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是朝东 那刚好面对的是其他房子的后门 而且视野不够宽阔 但是朝西面的时候是面对的是一片风水林 景色非常的好 所以当时也就这样选择了 走进孙中山故居 处处都能感受到房子主人设计时的巧思 房子二楼是孙中山的书房 屋内只有几张桌椅和一张床 孙中山经常在此为父老乡亲看病 并与同村好友讨论时政 那在这间书房这里呢 孙中山也经常给他的父老乡亲看病 还和同村好友陆浩东等人一起去讨论时政 在1894年的时候 孙中山在这张书桌起草了 长达八千多字的上米红章书 他提出人能尽其财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或能唱情流的改革主张 据了解 1892年至1895年间 孙中山行医和从事革命活动时 常回家居住 1912年5月底 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 回乡在此住过三天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 在孙中山故居走访过程中 记者碰到不少游客专门从外地前来孙中山故居 其中既有第一次来参观的 也有带孩子过来接受革命教育的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因为宣中山先生在香港也有他的市集 但是都是他长大以后的事 今天过来参观就了解到他就是成长以前 其实挺有趣 就是他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同征的小朋友 然后长大后就变成了国家一个伟人 我自己是已经来了两三次了 但是今天主要是带小孩 小孩还没来过 所以专门带小孩来接受这个革命就义 他一生都是大功无师 天下为功 他的这种精神 值得向他的小朋友好好学习 在深圳读研的史同学 参观孙中山故居后感触颇深 他说道 现在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非常多 他非常欢迎台湾同胞多到大陆交流和参观 没想到他其实是世代为民的 然后父母都是农民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很多人在这种非常贫困的时候的话 就更多考虑个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发展 但是从国家这种整个民族存亡找度 一直去树立自己这种奋斗的目标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两岸之间有更多的这种 从青少年开始这种两岸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活动 因为更多的交流的话可以打破很多信息差 增加我们之间这种沟通的话 也会让我们之间以后这种联系更加紧密 孙中山故居作为中山翠亨新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是台湾同胞全球华人共同瞻仰的精神家园 有着联系华夏儿女情感 沟通两岸同胞亲情扭带的不可替代作用 据统计 每年到访中山的台湾游客超过十万人次 超过两百多个台湾团组到孙中山故居参观